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王晨阳 欢迎继续收听 逐句品读心经感悟智慧人生 前边我们讲完了 无无名亦无无名尽这句话 下一句心经写道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这一句话要解读起来 耗时就比较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心经的原文乃至这两个字 是超级的省略词 它省略了什么呢 省略了佛家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那就是十二因缘 乃至这个词省略了十二因缘当中的 行 实 明色 六入 处 受 爱 取 有 生 这些内容只列举出了无名和老死 这两个 可能对佛家没有了解的听众朋友 还不清楚十二因缘究竟包括什么 下面我就先把十二因缘详细的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只有弄清楚了十二因缘的概念 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佛家的知识和智慧 十二因缘第一就是无名 这个无名前面我讲过了 是一切烦恼的总称 十二因缘第二指的是行 就是行动的行 指的是一切的行为 进一步说啊 也就是因为我们无名而造成的善业或者是恶业 十二因缘第三 是十 就是知识的十 这个十呢 也就是指的 我们过去无数时间以来所积累形成的一些习气 习惯 本能的认知 固化的认知等等 十二因缘第四 是明色 明指的是心理活动 包括情绪呀 思想念头啊 色指的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身体 十二因缘第五 指的是六入 所谓六入 也就是六根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根 十二因缘第六 是处 就是接触的处 它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接触 包括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 经历过的 等等一切的现象和东西 十二因缘的第七 是受 就是接受的受 承受的受 所谓受呢 就是我们面临某一种情况以后 而产生的情绪 叫做受 比如 如果有人骂我 那么我就发火生气了 这个发火生气 就是受 如果有人夸我呢 我感觉到很高兴 很愉悦 这个高兴愉悦 也算受 十二因缘第八 指的是爱 就是爱情的爱 不过 这个地方的爱呀 可不是单纯的爱情 十二因缘中的爱 指的是 贪爱 也就是我们 特别 眷恋什么 特别 喜欢什么 感觉到 离不开他 这个就叫 贪爱 包括 各种各样的嗜好 比如 有的人喜欢抽烟 每天 没有两包烟 他自己感觉受不了 有的人呢 喜欢喝酒 有事没事 一个人 就得喝上几两酒 这都属于贪爱 除此之外 酷爱读书 酷爱练武术 或者酷爱下围棋 等等等等 都叫贪爱 包括 现代很多年轻人 喜欢刷手机 一刷呀 可以连续 刷上好几个小时 离不开 这都算贪爱 我们贪爱什么 越深 这个东西 就越容易 给我们带来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越贪爱他 就越害怕 没有他 反而 他就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 我们越贪爱什么 就习惯上 越离不开什么 比如 像有的人说 我每天不抽两包烟 就感觉到不舒服 不自在 有的人说 我习惯了锻炼身体 要是一天不练 我就感觉到浑身不舒服 就好像这一天呢 没有吃饱饭一样 诸如此类现象 都是因为过分的贪爱 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还有烦恼 十二因缘第九 叫做取 就是取得的取 这个取的意思 指的是亡取 什么叫亡取呢 也就是过分的追求 过分的索取 或者特别急切的追求 特别急切的索取 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 甚至呢 会适得其反 古话说的好 欲速则不达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 我们追求一个女孩子 太急切的 太热烈 过分的追求 反而会把这个女孩子吓跑 反而呢 追不到 再比如 有的人渴望事业成功 就每天呢 不顾身心健康 拼死拼活的干事业 后来呢 还没等到事业成功 身体先累垮了 诸如此类 这些现象 就叫做亡取 十二因缘的第十 叫做有 就是有没有的有 这个有啊 是告诉我们 有因就一定会有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只要我们说了一句话 干了一件事 或者呢 我们想了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想的 我们说的和做的 在未来就一定会形成 某一类结果 按照有这个因缘的理念 人千万要注意自己 每一个起心动念的念头 因为每一个不经意的念头 都会在未来 酿成一个果 那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 或者不经意的 一个小小的行为 动作 都会带来相应的果 听众朋友 你看 这是多么 关键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 起心动念和言行 我们想的 或者说的 做的 是错误的 消极的 或者说 邪恶的 那未来 就肯定会带来 糟糕的果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很多实际 修行佛法的人 都强调 学佛 修佛 要时时刻刻 注意我们的言行 还有每一个 小小的 心念的 出现 因为他们呢 在未来 都会带来 不同的果 正所谓 正所谓 有因 必有果 没有 无果之因 也没有 无因 之果 正是这个道理 十二因缘的 第十一个 叫生 就是生活的生 所谓生 指的是 我们过去的 行为 一定 会在未来 造成一个结果 的出现 或者呢 会造成一个新的现象 的出现 当然 我们今天的行为 也一定会造成未来 某一个结果的出现 或者某一个新的现象 新的事物的出现 十二因缘的 第十二条 就是所谓的 老死 这个老和死 是两个意思 老指的是 年纪很大了 身体呀 彻底的衰老了 死呢 指的就是 死亡的意思 去世的意思 佛家认为 人的身体 生命 也是很多因缘 聚合在一起 暂时聚合而成的 如果 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 聚合而成 人生命的 各种因缘 各种因素 如果要是 有一个因缘 或者一个因素 发生了变化 离开了 那么人的生命 自然也就终结了 佛家认为 我们的肉体 是由四大 组合而成的 这就是我前面 讲过的 地 火 水 风 这四大 地 就是人体的肌肉 骨骼 还有毛发 火 就是人体的 温度 体温 水 就是人体的血液 唾液 汗液 眼泪 等等 体内所有的液体 都叫水 风呢 就是人体 呼吸 往来的空气 因为人活着 总要喘气 对不对 这就是风 佛家认为 上树 地 火 水 风 这四大 聚合在一起 就暂时 形成了 我们的生命 那么 这四大 组合而成的生命 也是暂时存在的 不可能 永远存在 因为这四大呢 也在不断地运动着 不可能永远 聚在一起 当未来有一天 四大 发生分裂的时候 也就是四大呀 离开的时候 那当然 人的生命 就自然而然的 结束了 这是一种 自然界的现象而已 上树 就是我从头到尾 比较系统的 向听众朋友 讲解了 佛家的十二因缘 都是什么内容 这是佛家一个 特别关键的概念 如果一个学佛 修佛的人 弄不明白 完整的十二因缘 是什么意思 那真是一件 很遗憾的事情 是不应该的 那心经呢 为了省略一些 没有必要的文字 所以啊 乃至这两个字 就没有完整的 罗列这十二因缘的内容 只是对十二因缘 进行了一种 概括的描述而已 那什么叫乃至无劳死呢 就是说呀 十二因缘 也是互为因果 不断的转化着 运动着 前后连续不断 以前的因 造成了今天的果 那今天的果呢 可能又是未来的因 那未来的果 又是更遥远的 未来的因 就这样 环环相扣 乃至无穷 按照这个理念呢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 存在着非常复杂的 因果联系 这个因果联系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复杂到用我们人类 现有的高科技 都没有办法彻底的研究清楚 宇宙中万事万物 完整的因果联系 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因果联系 是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我们举个例子说 唐明皇李荣基 是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帝王 据史料记载 唐明皇李荣基在七岁的时候 他曾经发布一个愿 希望自己能成为特别著名的 名垂史册的一代皇帝 这是他七岁的时候 作为一个懵懂顽童 滋生出的想法 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想不到 等他真正成年以后 他真的做了皇帝 而且呢 他确实成为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 很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你看唐明皇长大成人以后 真正成了著名的皇帝 这个国 他的因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因居然是他七岁的时候 取下的一个愿望 也可能啊 他七岁时候取下的愿望 只是随机的这样一想 因为一个七岁的孩子 虽然生长在皇宫里 但是毕竟还不是真的成熟 不是真的懂事 他可能就是随心的这么一想 但是他随心的这一起心动念 就成了他日后真正成为一代 著名的皇帝的因 那么唐明皇成了真正的皇帝以后 由于他的许多所作所为和决策 又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我们都清楚 是唐朝从圣转向衰的一个转折点 那安史之乱的因呢 可以追溯到唐明皇做皇帝以后的很多决策 如果再往前追溯 安史之乱的因 甚至可以追溯到唐明皇七岁的时候 想当皇帝这个念头 我们可以说呀 正因为唐明皇七岁的时候想当皇帝 所以他长大成人以后才真正当了皇帝 因为他真正当了皇帝 有一些决策出现了失误 才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后来出现了安史之乱 那这样推理下去 我们是不是可以讲安史之乱的因 是在于唐明皇七岁的时候发了一个愿 想当皇帝呢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宇宙中万事万物各种各样的现象 存在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极其复杂的因果联系 这种因果联系啊 只有佛才能够完全的看清楚 完全的了解 像我们凡夫俗子啊 是根本不可能完全彻底的了解宇宙中 这么多现象的隐藏的因果联系的 我们凡夫俗子呢 只能看到无数的因果联系当中的 很小的一个角落 或者很短促的一个环节 懂得了这个道理 我们每个人就都不会因为现在的成绩而骄傲了 因为我们现在所学会的 所掌握的 跟整个宇宙的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比较起来 我们所知道的确实太渺小太渺小了 正因为上述的现象 整个宇宙中所有的现象 所有的事物 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是我的因 我也是你的因 你是我的果 我也是你的果 这样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而这种因果的运动呢 是永远不会停下来 永远没有尽头的 这就是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 说明了一个非常宏观的 而又非常彻底完整的 宇宙的因果联系图 那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都是这错综复杂的 无边无际的因果联系图当中 一个很小的因果的环节 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每个人的存在 很可能都是别人发展 或者别人存在的因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谈 都对别人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比如听我讲音频的听众朋友 可能我的思想 我讲的东西 对你的思想和你日后的认知 还有行为 就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这不就是我的存在 就是你发展和变化的因吗 那么我们再追溯回去 我的思想呢 又受到了很多古代经典的影响 还有教我的多位师父的影响 那这些古代的经典 和教我的许多位师父 又成了我存在和发展的因 诸如此类 因此我说呀 人的存在与其他人 也是互为因果的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的每一个行动 不管多小 都会或多或少的 给别人的人生产生一定的影响 都会成为别人未来的因 当然了 我们自己也在有意无意的 受其他人的影响 其他人的存在 也会成为我们人生存在和发展的因 这个现象能告诉我们什么智慧呢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 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 不管是顺利的还是挫折的 它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 非常深远的原因 而我们人现在能够看到的原因 只是这非常复杂的 非常深远的原因当中的 很小一段 一个环节而已 如果把整个宇宙 万事万物的因和果都看明白 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现象 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坎坷和挫折也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成就和快乐同样也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有什么可执着的 又有什么可烦恼和忧虑的呢 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高兴 个别的得意忘形 欣喜若狂的 因为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顺理成章 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那作为我们人呢 只要坦然的面对 承认和接受 这就是最聪明的做法 好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